蘇貞昌議員 報告院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蘇貞昌報告質詢 請吳委員私謠質詢 尋找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內閣所有同仁大家辛苦 而請蘇院長 蘇院長請 教育部的潘部長 教育部的潘部長請 謝謝 院長恭喜 您的高人氣高民意的支持 讓您繼續能夠領航我們的內閣團隊 其實這更是愛帶我們台灣共喜 共喜台灣 有政府會做事 有政府人民好安心 但是今天有件事情 讓台灣社會有點人心惶惶 也就是中國人大昨天表決通過了港版國安法 今天又在北京召開了反分裂國家法的座談會 所以不管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長也好 或者是中央軍委的參謀長 甚至國台辦的主任 都一再的越來越強硬 提及不放棄武力統一台灣 和平跟軍事都是解決台灣的選項 看來中共越來越明目張膽的進行武嚇 所以這個部分台灣社會人心惶惶 就就教於院長 我們有什麼樣的資訊的掌握 那在掌握資訊之後 有什麼樣的應應方案 讓政府能夠讓人民更安心 謝謝委員的肯定跟鼓勵 我們知道中國文攻武嚇從不停止 對於台灣他始終認為台灣是他的 但台灣人民已經非常清楚表示 台灣人民民主自由獨立自主 絕不容放棄 而一再的我們從各種方面都看出來 中國所作所為被國際一再的抨擊 包括這一次港版國安華 香港都大大的反彈 而中國還是以一股心 越來越孤立於國際 而從這一點我們也看出 中國過去所說一國兩制 所說五十年不變 都是不可信 所以唯有自立自強 唯有台灣把自己顧好 才能在世界存活 如同這一次防疫一樣 跟防疫一樣 我們需要全國人民 一起來挺政府 一起來讓政府來團結台灣 目前有沒有什麼樣具體的資訊 中共不斷的不只是口頭武嚇喔 有沒有更具體的資訊 有掌握到各個部門 我們如何能夠來御敵從嚴呢 在蔡總統的領導下 我們對於台灣周邊各種情況都是嚴密的掌握 包括對岸中國所有的動態 其實都在國軍嚴密的掌控中 而我們也始終不斷的增強本身 備戰而不拒戰 我們備戰而不求戰 而這一次防疫能夠成功 是人民跟政府一體 大家都看出來 唯有全國一致才能抵抗 從肺炎的病毒一直到外國的入侵 是 所以院長所說 不管是防疫讓世界看到的 讓世界看到台灣的軟實力 到現在接受中國這樣明目張膽的武嚇 那我們也讓我們的硬實力努力的去備戰 但我們不求戰 我們也不拒戰 好 這樣真好 你們可以安心 好 兩位主委跟國防代表請回 那我再請一下 今天我們衛福部是不是次長 那部長是院長時間有限 我直接破題 我們看下一頁 今天我講的兩件事情跟香港都會有關係 請香港駐港人 這是民主台灣的 作為世界公民的我們的責任 而且我們責無旁貸 那現在從反送中到昨天的港版國安法 香港人道援助行動方案 台灣政府要站出來 下一頁 我要跟您扣合到教育的主題 昨天有很多的香港學生跟台灣學生共同站出來 要求台灣我們行政院我們政府應當擴大人道援助的行動方案 在保障港生的受教權保護港生的庇護 孕育自由學術的思想 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時機下頁 所以院長 我們真的台灣很驕傲 在疫情開始之初 我們全力的防堵疫情之餘 我們不斷的捍衛學生的受教權 所以我們開學時程做了彈性的調整 我們有防疫照顧價來做配套 我們齊備了所有的防疫物資 與校園能夠防疫政策做到百分百 所以全球12億學生沒有辦法上學的時刻 台灣 只有一所大學 一所幼兒園 一所高中 曾經因疫情影響停課兩週 其他都正常上學 這代表我們很努力 而且我們可以做到就是 維護學生的受教權下頁 但是呢 下一步呢 我在這裡看到 我們如果能夠順利的挺過第四個隔離期 六月七號國內的鬆綁解禁有望 這是我們時中部長全台灣開始 一起往國內的鬆綁解禁 一起來倡議 國人還是要做好衛生習慣下一頁 但是國境看來還是要嚴管 我們來參考一下我這裡問你會整的 日本已經宣布分三階段要來放寬入境 第一個 第一階段是商務旅客及研究人員 而第二個階段就是留學生要入境 第三階段才是觀光課 那對照於台灣 台灣目前是不是依舊就我本期所掌握的 我們讓外籍商務人士優先 因為要顧經濟 拚經濟 然後呢觀光居後 但是對於留學生也就是境外生的鬆綁 我到目前沒有看到比較明確的政策宣示 院長稍後我跟你做一下簡報 下一頁 也就是在維護國人的健康 防疫是天平的一端 但是天平的另外一端 就如同我們剛剛如何努力在今年的國教 大學在校園是不是要延緩上課或暫停上課 那個掙扎的當時我們都勇敢的做到了 讓教育能夠繼續運作 我們做出這樣艱辛的一個選擇 而天平的另外一端我要跟您講境外生的權益 教育的主體絕對是學生 維護學生的受教權 境外生現在等著來台灣 學習台灣的民主經驗 繼續體會台灣的生活方式 第二個呢 在學校端 我們多少大學 私立大學 境外生是非常大的一個聲援的來源 而頂尖大學 他們同樣甚至在高階人才 碩碩博士的研究能量 也高度需要這些境外生來投入 所以不管是私立大學公立大學 恢復高教的正常化 都是重中之重 更何況新南向政策拓展有成 好多境外生 我們看到招生的好成績 所以天平的兩端 本期長期關切教育議題 我要非常嚴肅的呼籲 我們應當讓境外生的入台 要解禁 下一頁 院長 這裡我會整出來 我們的境外生分 學衛生跟非學衛生 學衛生有三萬多 現在有效歸不得 非學衛生更有85% 有效歸不得 下一頁 這是救生喔 那新生的部分 我們新南向真的非常有成績 新南向的招生成長了6600多位 也就是109年度 有新南向6000多位的學生成長了11% 期待來台灣就學 但是疫情可能讓他們進不來 而反送中事件到剛剛說的港版國安法 我們庇護港生的受教權 提供給他們這方面的生活協助 我跟院長報告 我們這一年的招生 有多麼的讓我們驕傲 港澳生個人申請來台灣成長了50% 參加考試入學的成長了117%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成立 我們台灣的學術能量 我們台灣的民主典範 讓越來越多的境外生 全球在搶人才的關鍵時刻 他們選擇來台灣 所以我非常擔心 如果我們非常嚴密 甚至過嚴 在看待境外生來台的權益的這個時候 我們很多學術外交招生的好成績 都會功虧一虧 都會回到原點 所以下一頁 我們可以分流解禁 我們可以來做分類的解禁 跟院長分析 我這裡列出來的港澳 現在的他們內部的確診的狀況 病例的所有的醫療狀況都已經趨緩 我們新南向招生的大宗 馬來西亞 越南 印尼 他們的疫情也都掌控得當 換言之 逐步解禁跟分流解禁 我認為是我們要嚴肅來考量 應當啟動 而時間點是什麼呢 下一頁 各大學準備好了嗎 整個境外生開放來台就讀 三個方面跨部會 儘管的檢疫 我相信我們很有經驗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部分學生的簽證要放寬 這也絕對沒有問題 就是行政作業 而第三端就是 校園各大學的檢疫隔離 做好了 準備了嗎 下一頁 跟院長報告 我逐一去向台灣的大學 公立大學 頂尖大學 私立大學 技職大學 不管南北 不管一般大學 技職體系 我都詢問 所有的大學 在空間經費 時間上 都做好了 超前部署 如果讓學生 進外生進來 學校宿舍 加防疫旅館 量足夠 而且各學校都已經 在整備 學校的宿舍 跟校外的防疫旅館 我非常訝異 各校幾乎都去簽約簽好了 跟防禦旅館的合作案 都簽署好了 而經費的部分 教育部全力來支持 也就是未來 我們紓困1.0 2.0 都長期來協助各校來做 而大學防疫的黃金時間 檢疫的黃金時間 就在這個夏天 這個暑假 我跟高教司 精算過 分三個梯次 14加6 20天是一個梯次 我們用三個梯次 大概可以讓我們的境外生 三萬多人 安全的進到台灣 來進行檢疫隔離 換言之 Right now 必須進行政策的決定 Right now 政策決定之後 利用暑假的兩個月的時間 也就是3T次的檢疫黃金時間 我們可以確保 境外生的受教權 可以健全我們高等教育的 正常化的營運跟辦學 所以一定 It's time 下一頁 學生歸心四屆 學校超前部署 準備好了 而教育部全力支持 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教育部跟CDC 兩邊剛剛我說到天平的兩端 很難選擇 但是教育就是要確保學生的受教權 不是嗎 來部長 教育部門準備好了 萬事俱備 只欠時鐘啊 跟委員報告 謝謝委員 剛才對整個教育 尤其在防疫 還有我們維護學生受教權 確實在院長帶領整個團隊 用最大的力量 剛才委員一一的陳述 包含對新南向的招生 這幾年 我們整整從 將近三萬成長到六萬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展 那從 在整個境外學生 從剛開始 一發生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 安心就學方案 作為一個過渡 不要讓他們中斷 那確實從五月開始 教育部跟各大學 已經在就 境外學生等疫情 比較舒緩 應該要做好超前的 這方面的準備 現在是要做決策的時候 那我也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這個 內部跨部會的會議裡面 院長也特別重視 特別也請秘書長 來召開跨部會 就如剛才委員提到 這有幾個合作 所以部長您回答我 大學端是不是如我所掌握 準備好了 是從五月初 我們有二十五所大學 遭收境外學生 比較多的學校 我們逐一的去了解 他們在做方面的準備 包含相關的宿舍 其實是已經做到相當的籌備程度 所以抱歉我要打斷部長 所以一定這是決策的時刻 這是跨部會 這個是維護學生受教權 我說台灣何其難得的 學術外交的好機會 現在是黃金時期 好我覺得很謝謝委員 一直持續關心 那這一部分 潘部長有超級 我們會有一個好會 再經濟 再確認的時間 趕快決定 因為民主其實是黃金的建議 我們讓學生 學校歸來 讓儘快跟本身安靜 讓大學的正常化 心理跟班學能夠安靜 我們在這裡非常期待 教育的決策 謝謝任長建議長 謝謝 謝謝吳委員 繼續請邱委員顯示質詢 委員長 委員長請 委員長好 委員你好 委員長好 委員長好 很恭喜你再次帶領我們的行政團隊來為台灣打拚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現在就進入我的主題 因為這時間也很悠閒 這件事就是公府法 兩千年在去年的時候 公府法二十八條之三 要修正 要讓中央有一個上方保健 就是四項一個就是命期一定期間為之 地方政府也是敗爛的為 中央可以命期期間為之 第二就是可以直接斷水斷電 第三就是可以公告他的電腦網站 第二就是簡列補助款 我現在要問議長就是說 真對啦 因為我們總統也是一直宣誓 2016年5月20號以後 新增了這些違章工廠 到底我們中央在電腦政府擺爛的時候 有去執行嗎 感謝委員關心 這在電腦政府還是第一次他要執行 如果沒有執行 中央對於相關 如果有符合我們幾點不可以的這個 會進行 所以我就是說因為這個事情很嚴重 我們看的都過去這麼多消防的弟兄 這個消防的弟兄裡面有很多 跟議長跟部長一樣 都是南部長的孩子 然後去做消防員 因為這種違章的工廠 他都不知道說他裡面到底是什麼 所以去搶救 失火搶救的時候 就有一些就是犧牲了他的生命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問議長說 到底啦 他這個執行的狀況 譬如說你斷水斷電 到底到現在為止 有執行委員 請我來跟委員報告 請我請你了解資料 我會來跟委員說 對啦 但是我報警我就要跟你說 院長我也要讓你了解 根據我們的資料 到目前為止 電腦政府擺爛 譬如說彰法 彰法這是很嚴重的 人在報他自由都沒有在執行嘛 對不對部長 彰法線就是這樣啊 那到目前為止你斷水斷電 其實才11家嘛 對啊 所以這是不對的事情 就是犧牲這麼多 這是你要故意的孩子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 那台灣社會 為這個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所以我認為說 你現在既然已經有上方保健了嘛 你都這種466斤啊 對不對 2016年 我現在是說 這個2016年5月20號以後的 5月20號以後的有466斤 根據經濟部的統計 甚至說 電腦政府的擺爛 科技工程中華這種情形 你甚至就應該使出你的上方保健 其實一定也很強調這個公權力的執行嘛 過期 不管你是在台北縣長的時候 還是你過期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你都很強調這個公權力的執行 所以這個公權力 你竟然法已經賦予了中央政府 這個上方保健 然後在地方政府擺爛的時候 應該要強烈的執行啊 院長 這個委員 對於這個工權 而是這個嚴重汙染 也就是公安 也就是違反我們所規定這個 在地方政府要一行 那如果不去行 中央斷水斷電 這有一定的停輸 我現在說的就是466斤 因為很多行的嘛 經濟部分裂出來 那現在就是2016年5月20號 針對這個後來又新增的這個部分 應該就是要去那裡執行嘛 那如果沒有的 含這個東西都不執行的時候 這公權力都沒辦法生長嘛 因為有的地方政府就是擺爛啦 這個狀況 所以院長你現在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態度 就是說針對這個2016年5月20號以後 新增的維建工廠 是中央地方如果擺爛的話 中央應該要去執行 對 委員是這樣 兩項 第一 我一載在國保肺 幾個月的時候 我都在載說 台灣不擁有這個 嚴重汙染 重度汙染 這個工廠 這實際上 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去控制 另外就是有 就這些 相關這些規定的這邊停輸 有一定的行政執行的停輸 所以這2016年5月20號 這已經列管出來 4月66號 法律也這樣規定 應該要去做 否則的話 將來公務員帶於執行職務的話 發生生命的威脅的時候 這要什麼人來打 委員我心事來幫你補 沒關係 我要跟你說一下 一幾個月而已 我會來叫總辦來開會來減透 是三億萬人 沒辦法特效 好 再來我要說這就是 你看進行有一個網站 剛才我們說電腦公告 拆除農地新增違規工產的行動平台 還有一個網址 從我剛才要進來進行 我又檢查一次 現在這個行動平台 要讓人追蹤你進度得對 這個平台已經找不到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來了解一下 所以英尼你也要了解一下 這個平台建制的目的就是 要讓人了解說 聽到什麼程度 執行到什麼程度 現在這個平台已經沒了 所以英尼是不是可以 這個平台再把它恢復 譬如說這個東西就是追蹤說 那個到底執行的狀況 現在設的平台已經找不到 已經一兩禮拜 然後現在我剛才去買的時候 也是又沒有 我來委員特別報告 這個平台其實是三年前 那要開始占對 2016五月空以後的工場 就是讓中央看部位去採取 但是按照地方自治 採取的責任 其實都是在庭園政府 庭園政府不聽的時候 我們才在這個平台 所以老師 你這個平台 現在已經沒在那裡 你應該是要能夠恢復 讓他可以追蹤 我們現在我要特別講 工場輔導管理法裡面 28條白紙黑字寫上 2016520之後 地方政府要拆除 他不拆 然後我們中央主管機關 就經濟部才會去斷水斷電 所以如同院長講的 他是有一個程序 而且這個程序是 工場輔導管理法 真正實施是今年1月 我現在在談的就是說 這個網站 你這個法規範裡面 有規定說 要公固於電腦網站 所以你才設這個網站 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個網站 已經不見了 主委可能回去再查看看 我們很樂意跨部會 去把他那個認定 像這426家 像這個如果不見了 是不是要再把他恢復 可能被誰讓來追蹤 我們當然很樂意 好 然後接下來 不好意思 那我再請教院長一下 關於這個影響力交易罪 跟這個貪腐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每次問這個法務部 蔡部長 說 到底這影響力交易罪 虧證罪 什麼時候要送到立法院 那蔡部長回答 就是說 法務部已經做了 法務部應該要做的事情了 什麼意思 他已經送到院了 所以我現在要 所以我只要來問 例如說 針對這個 其實我們 2015年5月20號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要求說 第七條是要求說 三年內 應該完成符合公約的法令和修正 包括 這個影響力交易罪 跟這個不法虧證罪 那蔡部長 是不是可以承諾說 下個會期 像這種反貪腐的立法 應該要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這是什麼 現在保長你都給我回答過了 你就說法務部已經做了 法務部應該做的事了 沒有 我要先先先先 因為送到行政院 他還是要審查 還要求各相關的部位 是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問院長 我現在就是 因為你每個人都這樣說 我問你很多次 林醫師對不對 行政的秘書長 結果好不容易起訴了之後 現在又去外醫間 外醫間之後又已經吃事了 所以院長 其實你也很清楚 你這麼 這個學友專精的律師 我們台灣 因為這個法院的判例 叫做法定職務說 所以我們要定一個貪污罪 是很困難很困難的 要有一個職務的對價 法定的對價 所以補到買的時候 根本就很難起訴了 好不容易起訴了 拖很久的更好幾百審 然後好不容易定驗 定驗之後 現在 因為我來報告 在我們的外醫間裡面 請林醫師這樣 在我們的外醫間裡面 貪污自罪條例的案件 會收容 巴德外醫間是百分之二十三點八 對啊 四分之一的外醫間的人 都是在外醫間 所以我們政府也要展現出 說我們有這個反貪腐的決心 針對這些貪官污吏 我們既然的 這些百姓的生活 這麼困苦的情況之下 結果這麼多貪污 貪官 那他還沒辦法起訴 起訴之後好不容易定驗 然後送到外醫間去 然後又假釋出去了 對院長是不是說 因為我今天已經問過 部長很多次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問議長 就是說這種 本來聯絡國反貪腐公威施行法裡面 所規定的影響力交易罪 潰贈罪 是不是可以在下個會期 送到這個立法院來審議 好 是可以嗎 我相信議長你也是會支持 我來拜託 如果現在在醫院 我們一定是請羅政委 我來拜託 這個整個交集看上官是對 要讓趕快在後面上來 請委員要求這樣 我要要求後面上來幾年 好 感謝議長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 值假登錄2.0的問題就是 這個叫做不動產交易的透明化 居住正義的問題 一樣 來政部我問他 到底這個不動產交易透明化 居住正義的法案有上來嗎 他的公法是說 以列為本部集區大院對院 在第十屆第一會期 優先審議通過的重大法案 哇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 今天是這個第十屆的第一會期的最後一天了 還沒送來 所以是不是議長一樣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沒什麼好過審議 因為上一次行政院就已經送過一次來立法院了 上一屆沒有通過 我們的年輕人家買房很困難 然後這房價很高不可攀 所以甚至說也是一樣下個會期 可以把居住正義這個平均紀念條例的法案送到立法院 謝謝 是 委員我來跟你說明說 上面有三個對不對 對 我們最不算一個了 過了一個了 剩下兩個 就是我們的門牌 門牌前揭路 前揭路 遇到無幾時登載 那現在其實 在行政院大家討論的也都有相當的公司 很快應該會送上來了 這個也是我們行政院的 跟我們內政部的態度是絕對不肯定 因為你的公法是說 應該是列為第十屆第一會期 優先審議通過重大法院 今天你已經追了一天了 所以是不是我的要求 我也知道 所以我要求下一個會期 是不是應該把他送進來 我還要跟政委 我還要跟政委 趕快這方面 當時大家有意見 我看應該是政學要有相當的聽途 因為雖然每一次都回來 也是個政學 我說實在 這個法案 跟剛剛那個蔡部長 那個重大貪腐的法案不一樣 這個法案是說 上一回的時候 行政院已經送一次了 結果立法院沒過 立法院委員有很多意見 所以不只要跟他價錢而已 行政院應該不會有一些意見 院長 我的意思是說 那是不是也是一樣 照上一次的這個版本 因為已經送過來一次了 你的意見 我帶到阿嬤上再來 給他們開個會來處理 這樣好嗎 應該是說這個法案 上一次行政院的態度 就是說已經送進來 包括實價登錄2.0 之前就是只有過一項而已 所以只要說實價登錄0.5 所以說我現在黃國昌委員在這順 你差不多你多乘他的整個一個脈絡下來 這個我當時都講說我沒有反對 我站在來正部立場我當然是贊成 現在的狀況 阿嬤還要來 我已經有報告 我已經有報告 院長 這個部長 我們都是在書 今天說實在的 你今天如果一個屏東的這個子弟 然後他考上律師來台北職業的話 說實在的 恐怕在他年輕的時候也很難買一間房子 所以這個房子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就是說房價高不可攀嘛 那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這個國家 然後還能夠看到什麼樣的未來 所以實價登錄2.0 這個不動產交易透明化 就是說你的房子 多少應該要透明化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現在就是這個預售屋這個部分 預售屋其實在 讓他能夠了解 門牌其實大家的爭議不大了 這你也知道 我也有說過了 那預售屋的這部分 我們現在再整合更圓融 這個委員你說我們 所以能夠盡速的送來 那院長我再問一下 因為我最近我看到這個內政部政策 這個花市長 他的一些言論 我真的是覺得說非常的納悶 他在做到時候 他針對這個囤防稅的問題 所以總結來講 人家問說持有成本增加的這個方向是對的嗎 他說不僅是對的 而且是非做不可的方向 然後後面就說不通財的稅搞的幾個原則等等 他現在怎麼說 他現在說 如果覺得現在推存房稅可以拯救人民脫離苦海 基本上是跟120年前相信義和團是一樣的 我咧 怎麼會這樣說 所以我跟委員 第一個就說 你拐完面對反對意見的時候 這個態度為什麼會是這樣 委員 你告訴我 這其實就是 我們有時候在社會的時候 看著面相會這麼單一 現在也行政機 我現在問首映定有一個就是說 院長你是不是認為說 均術正義的這個版本 應該要認同增加多戶持有成本 你是不是均術 現在是這樣 我先問他 我現在在議員會 我現在來問 我現在問 我來 產生了這個駕駛的變動的時候 十八萬一十條的 要看人耶 那你屯屯 屯屯都沒有在說你要想法 那在說你光派行進去 那你看這個構成要這樣 是因為我們要負責狂的人 要克取比較好的稅率啊 那這就比較好比 好 乾脆 好 好 好 剩下筆了 謝謝 謝謝邱委員 繼續請蔡委員必如咀詢 主席好 我們有請蘇院長 蘇院長 請 院長好 委員你好 是 還是要恭喜你續任行政院長 那既然是接下了中華民國的這個 行政院長的重責大任 那本席在今天呢 有幾個重要的議題呢 也想跟院長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院長我還是想要請問一下 你對財政收支發芬華的想法 你個人的想法可以先聽聽看嗎 這個已經在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民間已經爭論了二十幾年了 那過去也都吵吵鬧鬧的 就是一直都沒有一個共識 那我先想問一下院長的想法 那個部長 你就請回 我想說今天總質詢 還是先問一下院長的看法 好 很謝謝委員 這個大家知道財政收支劃分 本來就希望說分了大家都能高興 而且可以讓全國人 因財政收支劃分 而能夠讓各地發展均衡 但從來沒有人滿意的啦 我從當院長我對這個不滿意 上次當院長也不滿意 現在當院長也是不滿意 只是雖然還沒有到人的滿意 但你現在執政的時候 這個分配給地方其實是越來越多啦 是院長所以你覺得你現在很滿意你們現在的財政收支劃分 你有沒有想要去再把財政收支發分還拿出來開始立法修法 再努力喔 但我主持行政院會六都首長坐在那裡 六都六個意見都不一樣 而且彼此還矛盾衝突 對所以這個其實是需要有人出來整合溝通啦 那如果院長 不知道你還沒有這樣的想法 不然的話我是想說講一下 我在這個第一個會期裡頭的一些想法啦 這個就是財政收支發分的話 到底要不要修這件事 好像因為昨天也去高雄實習會 去視察他們的高雄的財政 也覺得他們的高雄財政非常非常的有問題 那我不曉得這個應該是早前下去做診斷開個處方簽 但是呢昨天看了之後其實我有一些想法啦 就是說是不是在行政院裡頭應該把這個餅畫大一點 比如說其實在聽他們的一些件裡頭 我也覺得比如說在營業稅這個部分 現在目前是40% 那可有沒有可能把它拉高啦 我沒有意見說我一定要拉多高 但是能不能把餅做大把它拉高 因為其實很多的地方 他很努力的再去營造這種招商 還有這些商業的環境 那可是大半的營業稅呢 都被中央拿走了 那地方的稅呢 主要是來自於黃屋稅跟地價稅跟土地增值稅 那有時候就是為了地方 為了要去爭取這些財源 他可能就是會去放任開始做這些 開始土地開發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變賣一些國土的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會期其實才有國土的計畫的一個修法上來 所以我們也很成功把他擋下來 可是其實如果慢慢如果不好好的 國土計畫其實跟財政收支發分 就是每個剛院長講你也當過地方的首長 如果沒有好好的去跟他規劃或重新的來檢視他 其實像這種事情還是會一直在發生啦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當然另外我想要建議的就是統籌那個普通的統籌分配款 裡頭呢其實跟一般的那個補助款 看是不是能夠整病 因為其實那個是一樣的啦 那當然裡頭還有一些細項 比如說有一個特別的統籌分配款的6% 好像是行政院捏在手上 好像誰人對我比較好 還是說我對我想要給誰比較好 好像那個就是變成你的私房錢啦 所以基本上這個 基本上我是覺得說我們要來討論這些誘因啦 那來修改地方政府他才會從去炒土地的泡沫經濟 來轉換成一些比較實際的一些比較務實的一些經濟的那個拚經濟的一個部分 我想院長你應該會很認同我的想法吧 委員我因為不但當過縣長 而且我還當過兩個縣的縣長 從台灣最尾當到台灣最頭 你當過平東縣當過新北市縣 所以這縣市首長對統籌分配稅款的意見 財政壽司法文法的意見 其實我閉著眼睛都清清楚楚不用看資料 很多有的就說他創造財政最對優 創造稅最好 有的說人口最多 有的說土地最大 有的說他最窮 各從自己的角度看都受到不公平待遇啦 那另外一個這個分配 你剛才說這好像是院長失望錢 不是啦是責任錢啦 因為要扛最大的責任 常常在最緊急的時候都是來找中央 或者要中央做哪些事 中央的事比地方多而且大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其實這個錢不是可以好玩 或者因為這樣就自己有權利不是反而是責任更重 另外一方面我很佩服我們的財主單位 這些年盡力的真的就說把柄做大 而且分配給地方的錢是歷年來最多 不是反而中央自己換口袋多 第三我們財政紀律也是維持最好 同時年度剩餘也是最大 因此我們才看到這一次狂疫紓困 中央在第一時間可以有力來保護國民 但我們還是覺得就是盡力再來創造 包括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連後我發表報告都說台灣最厲害獲益最多 這一次疫情的時候全世界都看到台灣是投資環境最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因此各國都選定台灣來投資 現在很多外資來投資 這樣不只是創造就業機會 也創造我們更好的 就是剛才委員說把柄做大 好院長你講得很好 因為101年你當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 這張照片你應該還記得啦 那經過了八年 那剛剛也聽了院長講了這樣的一個自己的想法 所以直接問好了 行政院版的財政發分環 下個會期可不可以送進院會來 我們一起來討論 只要所有縣市意見一致就可以送來了 就是要把法案送進來才開始來溝通啊 剛才講就是我們一定要跟地方溝通 大家講好 剛才我只舉例來參加院會六個院瑕士 你也在台北市府服務過 六個六個總意見啦 甚至還七種意見都有啦 好院長現在是這樣子啦 如果看起來聽起來好像你沒有想要送的感覺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 在努力中 所以你說什麼時候送 為你願意送的意思喔 我要講好才能送 所以我們要努力嘛 努力就把它送進來再來 而且一送進來 所有的委員一定意見也都不同 是 沒關係我們可以把它送進來再來討論 那接下來因為我想那個財政收支發分法之後呢 我想要跟院長討論的是下一個議題就是前瞻計畫 那前瞻計畫在財委會聯審的時候 當時我有提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編第二期的一個預算 當時我有提到說這個時間點是不是先緩一緩 我沒有不贊成但是我是覺得說可能要重新先緩一緩來思考一下 因為第一現在疫情呢到現在為止當然我們國內的一些疫情的控制非常的好 我想這個是剛剛院長也講的全世界都看得到 但是呢接下來第二個 但是那個後面的紓困跟振興呢 我不曉得還要不要再編第三次的一個特別預算 我們現在雖然編了兩千一百億 那所以呢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其實上次聯繫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國外會的檢討報告寫得非常的弱腐 那這個新的主委上來我也有請教他 那這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講就是一些資訊都很不透明的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國華會的好像是只負責編了一筆錢 然後把它就是實現率到九十幾%下到地方去 但是各個地方的執行率卻不到兩成齁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我因為後疫情時代 我是想說跟院長好好的討論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這個第二期的預算要重新思考一下 我沒有說不編但是呢那個什麼叫做前瞻基礎建設 我覺得要後疫情時代 什麼才是我們目前產業升級需要的 我覺得這個要重新的思考一下 不要像那個第一期的什麼停車場啊 或者是什麼什麼縣市館的什麼的一些河川這些 我想那個都是應該是基本上地方應該要去變的一個公務預算 而不是什麼前瞻基礎預算 那這裡我想要問的就是說國華會呢他的網站裡頭就是連結到108年很粗略的一個執行的情況 院長我可不可以在這裡請求這個我們的前瞻計畫呢 是不是可以要求國華會來成立一個前瞻的專區 就像我們這次的疫情的專區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定期的把資料撲上去定期的更新資料然後呢公開錄出然後接受全民的檢查 院長這個可不可以要求國華會來成立這個前瞻專區 委員這樣從我的經驗上上次我們送前瞻計畫來大院審 當時就很大方的答應了所以這個前瞻計畫做一個專區應該是不反對吧 而且我跟那個諸位也討論過 我們這些計畫都有上網全民可以看得見 他就散落在各個地方 我們本席辦公室就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各個地方的政府去問這些執行率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的監督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那你是說把他 對把他會整一個專區 讓我們隨時可以上去看可以嗎 好謝謝院長 接下來呢 因為1月13號的時候有出現一個大南方大發展計畫 那之前呢我有請教過前國華會主委 那陳主委說他不知道這不是他的事情 那我就書面咨詢了行政院 結果行政院就短短的送了我這樣三個字 院長我想問一下這個大南方大發展的主政單位是哪個單位 國華會嗎 這很多單位啦 是選舉的時候把整個相關南方相關的這些大的這個計畫 我們把它會整啦 那現在就這些計畫 各部會也都有 就這些計畫送給大院的報告 或者我們在整個行政院所作業這些方面 都有陸續在做 或者將來要做 將來要做 好那我去書巡就送我三行字啦 可是就是給這邊寫個主管單位就是國華會主責 可是就給記者的新聞錄出去了齁 但是呢本席去要一個會議紀錄也不給國會齁 所以我就 我現在是一直沒搞清楚這個主政單位是國華會還是行政院還是張大政委齁 那我想這個之後如果我想要有這方面的計畫內容 我應該找哪一位來書面質詢 這個大南方是那時候在選舉把它整個整合起來 還是選舉期間喊完了選後就不做了嗎 我剛才講這些都落實在每一個部會相關的工作 而且不是說未來我剛才有說繼續再做未來要做都有 OK好那院長我接下來還是有一個議題跟你討論一下啦齁 就是這一次的疫情呢我們防疫的非常的好 那在防疫紓困振興跟轉型當中呢 院長請問一下我們現在是在哪個階段 到底是在紓困還是在振興 那振興券呢本來大家也都希望能夠盡快推出 可是看起來那個行政院就說要7月才退出 所以我現在搞不清楚齁 我們現在到底還在紓困階段 在止血階段還是在輸血 因為其實這個是常常是混淆的齁 到底還是在紓困呢還是在振興階段 還是我們應該要進入重建企業轉型的階段 委員這三個階段其實是並行不備 是各種情形隨時交互應用 比如我們防疫起先要做得非常好 而防疫的時候我們叫大家要保持社交距離等等 但如果未來要刺激消費的時候 那是叫大家盡量出來盡量消費 大家要蜂擁而出振興經濟 那這個跟剛才講的維持距離等等就有不一樣 所以我們防疫做得好 但因受疫情中期受困的要紓困 紓困到一個階段防疫也做得好啦 現在我們講六月七號四個潛伏期 後就要國內鬆綁 那國內鬆綁大家盡量可以出來的時候 我們甚至於要天財活來做各種刺激經濟的作為 院長這個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在醫學上面如果他還是在留學的階段 所以呢你這時候如果去輸學事實上是沒效的啦 所以你這個例子 你這個例子不錯 以後這個例子借我用一下 是好謝謝院長 但是我現在還是要問一下 2月26號就設為一級開設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還是一級開設 所以一級開設什麼時候把它降為二級呢 所以我們還是一般老百姓還是會很compuse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振興了 還是我們已經進入到企業轉型了 這個老百姓 所以六月七號是要不管他 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幾級 但現在你看 謝謝蔡委員 繼續請曾委員民眾質詢 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蘇院長請 院長好 喂你好 首先恭喜院長 臨任 這是任眾道遠的甘孤黨過 沒有錯 認眾道遠 那首先我們來請院長回顧一下 您就任這一次就任行政院長 已經一年四個月了 那您任內 你認為你任內最滿意的一件事情 會是哪一件事 我非常的感謝一年四個月前 我出來 再來到立法院的時候 陳貴院各位委員 很多的指導支持 包括像我們曾委員 給我很多指教 而且都很客氣 這一點我是覺得最大不同 連我上台 大家都讓我順順上台 講報告等等 這我很感謝 另外就是經過這樣一年四個月 我們當年鎖住了去年鎖住非洲豬瘟 今年防疫被全世界肯定 那現在我也非常感謝貴院 支持特別條例等等通過 預算通過 我們現在希望齊心合力 讓台灣能夠跨危機為轉機 大家走過疫情 振興經濟 好 那另外就是你任內過去一年四個月 越來最不滿意的一件事情 哪件事情 很多不滿意的啦 你跟一舉一二 沒有 很多不滿意啦 好 是對我自己不滿意啦 我對我的團隊都很滿意 好 另外就是面對未來這個任期 您的施政願景是什麼 能不能用一句話來說明 您這個任期無二人之後 您未來的施政願景 願景就是無國利民 讓台灣成為世界亂局中的福利 讓台灣人民以當一個台灣人 覺得台灣人安全 做台灣人很驕傲很幸福 好 那假設說未來的施政裡面 你最想做的三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讓台灣人民能安居樂業 讓台灣人在世界永存 讓台灣人世世代代 成功 從蔡總統很難得 這四年這麼好的人生機遺 人民給他這麼大的支持 能夠樹立台灣 典章制度 長治久安 好 接著 就是每個內閣 有每個內閣的特色 那過去有人是一個內閣 是拼經濟的內閣 有人是拼自然的內閣 你認為你的蘇內閣的定位是什麼 我這個內閣就是要有政府會做事的內閣 所以你把定位是會做事的內閣 是不是這樣定位 要接地去會做事讓人民安心這樣 好 來我們看看往下看 那面對這一次的疫情 上半場 雖然我是反對黨 我覺得在你領導之下 黃毅做得不錯 很謝謝 那你院長給團隊 你認為該給他打幾分 我團隊我非常的感謝 而且對他們夜以繼日 真的五個多夜內 從去年底 過年都沒休息 而且這個要拼一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全方位 像那個揮州豬恩寺 14個不危機 這黃毅是全部為人動員 要打80分還90分 這個分數還是讓人民來打 我自己也算團隊的一員 但我很感謝很滿意 但還要再努力 好 那你另外下半場 下半場在產業紓困 或者振興經濟上 你對現在所有的團隊的作為 盲目滿意 我們比如說紓困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確實 有些地方想的說 好像這樣就可以 但其實還要多跟地方溝通 同時因為是花錢的事情 跟林口罩又不太一樣 大家對於錢 會比較非常在意等等 所以一開始我們確實 有比較漢格 但經過全員大家努力 包括地方 包括第一線的同仁 真的非常 很感謝嗎 結果才一個多月 我們已經將近一千萬人 受到紓困 而也因為紓困有效 減少了 像委員你是大專家 全世界 失業率非常高 我們也有提升 但比起其他國家 我們升值沒有那麼大 但還是有要很努力的地方 院長 外界有人評論說 蔡政府在紓困 振興上 假設要打分數是59分 你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那你自己打多少分 你看 大家想想 才短短一個多月內 這都是從來沒有的工作 也不是原來既有的工作 甚至是新增的業務 卻有這麼多公務人員 真的是沒日沒夜 大家戰戰兢兢 能把錢 花在民眾手上 幾千億 不是那麼簡單 但連銀行員 大家都幫忙 連超商大家都幫忙 這一次 真的全體國民同舟一命 包括 剛才委員說你是在野黨 連在野黨的委員 也大家齊心而立 這一次預算 條例 那麼快通過 很感動 消費券 或者您所謂的振興券 什麼時候發 前一陣子還叫做 對 所以 我都還沒有定案 大家對一個還沒有定案 的事情一直抨擊 我們仔細聽 看有什麼意見 一直在收納 收納最後6月2號報告 做決策 那什麼時候要發 因為院長 不能再等了 這疫情 從業底到現在 你也不要還清楚 現在有些中小企業都快斷吹了 也快斷氣了 希望院長盡快 斷吹斷氣的 我們已經快斷吹快斷氣的 是紓困 既有發錢 又有貸款 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 跟這個刺激經濟 最重要 你要讓他業務 消費把它振興起來 他才有業務可以做 他是最重要 院長 能不能儘快 儘快 什麼時候 6月2號報告 什麼時候要發 6月2號報告 那幾號要發 6月2號就會報告 算了 我也 不要再給你 這浪費時間 沒有浪費 6月中 或者6月底以前 會不會發 會在6月2號報告 好 等你6月2號報告 那不然我再就要6月2號 我如果真公公的就不用6月2號 好 另外 就是各界也在呼籲 希望政府在評估疫情控制範圍內 儘快 開放外籍人士路徑 讓每一年上千萬的 每一年上千萬的旅客進來 慢慢進來 來帶動消費 那 政府 也有在評估 那 最快 6月底會不會開放外籍人士 慢慢入境 這個叫 是 各外籍人士是在什麼地方 他那個地方疫情怎麼樣 我們是台灣最安全的 所以他來 只要不影響我們的安全 我們都開放的 那什麼時候 因為已經評估一段時間 什麼時候決定 不是評估 是不斷的在評估 只要他是安全的 就有點像那個 兩個誰 那個 叫什麼原理 就要他跟我們批 他不可以用我們 那你總是十點嘛 你比如說 你消費健身 6月1號報告 那你這個時候 這一件事情 什麼時候報告 我們隨時報告 這個隨時報告 那 你評估他什麼會告一段落 我們就隨時在看啊 如果哪一個國家 比我們安全 那歡迎你都來不及啊 那請問院長 現在 世界上191個國家 沒有比我們安全的國家嗎 台灣最安全 也有其他國家 相對也很安全 你舉出來我看看 柏柳就沒有疫情啊 柏柳就沒有疫情啊 相對的國家 他有的疫情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都掌控的 所以各該國家 所以你不相信柏柳沒有疫情喔 我 對於哪一個地方有沒有 你知道外交部長 可能會引起人家抗議喔 不不不 我沒有講這句話 你不要加上去 這個 我的意思是 這一些完全就疫情掌控 是非常嚴謹的事 我們試疫情的狀況 好 所以要不影響 最慢 九月底前會不會要對他宣佈 或者六月底前對他宣佈 不用啦 到九月底隨時宣佈啦 隨時那六月底一件有宣佈 我們就一個六個字 邊境風險援援 國內鬆綁 就這樣六十個字 前段六個字 你問的這個問題六個字 但是你這個都形容詞 那希望定個十點 趕快讓相對安全的國家旅客 趕快進來 帶動國內消費 所以大原則你應該贊成 對 好不好盡快有個結論 那有沒有定個時間點 還是沒有時間點 這個 委員你專家 這個不是日期 而是條件 只要條件成熟的都可以 條件很多國家 現在疫情 是控制得非常好啊 你可以分階段 有一些歐美不好 但有一些國家 其實狀況是很好 那就趕快宣佈啊 分階段 分狀況 好 接著跟院長請教 這兩天 大家媒體的焦點 香港會實施 港版的國安法 我的問題是 各界尤其是金融界 都在請教一個問題 我國到底能不能取代 香港的金融地位 那到底 首先問院長 或者央行總裁 或者是 黃主委都可以上來 到底 因為過去 我要跟院長報告 過去 中華民國不可能取代香港 成為區域的金融中心 但是現在機會來了 是香港動盪不安 台灣機會來了 我要請問院長 台灣以現在的條件 有沒有機會 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我們一直想 但確實我們條件 還不是那麼好 但現在香港比我們糟糕了 香港的人才資金外逃 此時確實是個機會 所以我們很多要做 昨天我才主持這個會議 包括我們相關 部會首長都參加 這個委員你是大專家 這一方面 我們希望 借這個機會 如香港 高階 管理人才 不願意在香港 願意到台灣來 香港的資金 願意到台灣來 我們都歡迎 好 因為時機 機會到了 那有沒有具體開放措施 假設 你 要不要請總裁 或者主委 或者部長來講 有沒有具體的開放措施跟實程 請總裁 來 彭總裁 楊總裁 包委員 基本上 我們台灣 目前我們的金融環境非常穩定 那這個就是說 你從 我們現在就是說 外資在投資我們台灣 他也相當的 重視我們台灣的股票市場 我們台灣有流動性 外幣之二 外幣資金也非常充裕 所以呢 這些呢 都是 變成 國際企業要來籌資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 楊總裁 你不要講現況 我要的是 未來因應這個情況特殊 好不容易來的機會 有沒有 更具體的開放措施 那我請監管會主委 給你說明一下 報委員分兩點跟你報告 第一點 我們在今年第四季 會有兩項重要方案 第一個就是高資產客戶的理財方案 第二個就是 有國際金融資金需求的境內企業 可以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開戶 這兩項方案都是跟央行協商過的 這兩項方案的意志就是 讓我們的金融機構 能夠吸引境外資金 跟境外的高資產客戶 來台灣的OBU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發展業務 所以這個部分 院長也非常的贊成 我們會加速 照院長的指示去推動 第二點 金管會在尊重院長的指示 加速金融改革 會逐步的參考 國際其他地區或國家的金融市場 發展的優點 來加速我們的金融改革 但是金管會不會以取代 特定國家地區作為我們的目標 我們是立足台灣 胸懷亞洲跟全世界 是改革我們自己的金融市場 提升我們的金融力 謝謝 因為過去 尤其去年緩送中 將香港的錢 到外國外流 都流到新加坡去 這是難得的利機跟機會 楊總裁 你還沒有補充說明 我想我們也非常密切的注意 因為就是說 我們的DPU 我們的OBU 我們的OBU 跟香港的關係也非常密切 我們的DPU跟香港的關係也密切 所以在這一段期間 我們也非常的注意 香港的資金跟我們OBU之間的link 是怎麼樣 還有跟我們DPU的資金的進出 我希望央行做更多的開放 部長 很多稅務的問題 部長 你們要補充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剛才 這個 黃主委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在財政措施上面 那麼未來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做相關的配合 但是這整個還是要 好 好 謝謝院長 謝謝政委員 繼續請陳委員 秀保質詢 請 謝謝院長 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請蘇 van 院長伍安 委員 你好 先也是要恭喜您 也要感謝因為蘇院長 您的正確決斷 讓我們台灣整個防疫的 工作成效 讓全世界 Polymer Several people 進來的紓困與振興 在院長您所領導的行政團隊 有效率的工作之下 也能盡快的協助台灣民眾 恢復正常生活 謝謝 首先在院長的施政方針報告裡面 我看了一下裡面有很多前瞻的說法 例如前瞻思維、前瞻數位建設、生意產業前瞻科技、前瞻軌道建設、前瞻與策略性基礎建設等等 那麼我請教院長什麼叫做前瞻 前瞻就是意見一先 我們規劃超前 那做很多事情是需要而且我們及早就佈置 那所謂的超前部署是不是也是一種前瞻性的思維 謝謝 謝謝院長 那你先請回座 接下來請文化部理部長 請文化部理部長 謝謝部長 部長武安 接下來我想跟部長一起分享一下我們中央廣播電台陸港分台的故事 那請看一下我們的投影片 這是中央廣播電台陸港分台 在我們彰化縣陸港鎮的光復路4號 佔地大概有7.3公頃 那1966年的時候 奉行政院的核准設立來興建 那在1969年的時候開始播音 那它目的是對加強對中國傳播台灣的訊息 那陸港分台它原來建制是有兩副的天線 一副因為當時彰化縣政府要道路拖寬的時候 徵收了部分的土地 那在2014年8月1號的時候 這一副天線就有停止播音 那另外一副是因為2016年9月的時候 煤基颱風受損 自此陸港分台的播音功能就全部都喪失了 那在2017年的3月20號 央廣董事會有決議終止它的播音任務 2018年的12月20日 彰化縣政府有行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 同意登陸為文化景觀 並在同年的12月24號公告 那2019年的5月22日 央廣董事會通過將陸港分台 土地資產辦理歸還給國產署 就是當初的捐贈單位 那文化部在2019年的9月4號 報請國產署收回 接下來就做了限定會勘及申請見解 這些我就不細數 那麼目前國產署承辦單位已經就見解的結果簽辦完成 等國產署內部審核程序作業完成之後 就會正式的喊告央廣來配合 這個央廣陸港分台辦理點交集返還的作業 那以上是整個央廣陸港分台 整個一波進度的大概 那接下來的故事是 看一下 2005年 央廣陸港分台和彰化縣政府 他有簽訂的簽移台協定 但是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在2006年的時候 有上百位我們陸港的民眾 就北上找陳金丁立委來呈勤 要求陸港分台要立即簽台還地漁民 那因為陸港分台當時的功能 對中國廣播的這個訊息功能已經喪失了 但是他還佔據著陸港的精華地帶 所以阻礙到地方的發展 讓民眾一直覺得非常的借懷 那麼當時陳金丁委員也要求新聞局要提出 具體的簽台的時程 積極的來實行 當時的新聞局有說明 簽台既然已經是既定的政策 那盡速的遷移也是中央與地方的共識 會跟相關單位積極的協調 但是後來卻也不了了之 那現在已經是2020年 十多年也過去了 那央廣陸港分台也建台超過50周年 50年 那從新聞局移到了文化部 現在也登陸成了文化景觀 那說這個故事的過程 主要重點是 如果當時也有前瞻性的思維 那就不會荒廢了那麼久 閒置了那麼久 至少到現在 整個央廣它的設備 它的建築 其實都已經也壞得差不多了 既然已經登陸了文化景觀 那麼在具保存價值的建物之外 希望有能更好的活化的作用 那活化央廣陸港分台 披荐生態公園 這是當初我的政見之一 那開放空間 讓民眾可以親近使用 請問部長和院長你們是否支持 謝謝 謝謝委員這麼詳盡的敘述這個過程 那麼我所了解 現在這個大概 剛剛正如委員所講的 那麼國產署最近期內 就會完成歸還的程序 那麼所以這塊所有權呢 是屬於國有財產局 所以如果在地的政府 那麼有別的想法 可以跟國產局申請 這是第一個有關於所有權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委員所提的活化 因為現在已經是文化景觀了 但是它的地幕 現在還是屬於農業用地 所以這裏可能還有經過 要經過一些都市計畫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個東西 如果地方政府提出一個具體的規劃的話 我想我們主管單位可以盡力來配合 所以會很需要文化部 需要部長您的支持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 剛剛講的它已經是文化景觀了 但是它的保存 它的維持 還有它整個的經營 還有規劃 後續其實要做的工作很多 所以希望文化部這邊可以支持 我們彰化新政府 如果有提出的方案 也請你們可以大力的協助 可以嗎 可以 這個就是完成 包括土地使用的變更 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來說 這一個央廣陸港台的故事 是因為民眾 陸港的民眾真的非常的期待 這一塊這麼佔地 7.3公頃這麼廣大的土地 可以好好的運用 對我們陸港鎮 整個鎮的發展 整個觀光的規劃 都會相當的有幫助 是的我們會全力支持 那就拜託您了 請全力來協助 謝謝部長請回座 接下來請交通部長林佳龍部長 請林佳龍部長 部長好 委員好 現在也要請部長跟我一起來看一段影片 好 播不出來齁 那沒有關係就出點trouble 我要向部長您表達的 交通是建設之母 承載著經濟發展的枢紐 交通通了 地方建設才會通 那麼只有提供便捷跟快速的運輸網路 才能夠讓地方的經濟 城市的競爭度可以提高 所以在院長跟部長的任內 合定在我們彰化的 有台中彰化的這個 跨河大橋就是和美大橋 還有彰化線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線道139 線道148的改善工程 鑲道206就是我們說的南外環 這個道路品質改善工程 這個這條南外環非常重要 它是連結台17線到張陸路非常重要的道路 全長有6公里多 那最後一段的這個經費 在4月份 部長這邊也大力的協助 也已經核定下來了 還有福星鄉的停車場 關於停車場的設置 對我們陸港鎮 那個交通停車場地 不足的這個部分 有很大很大的紓緩 紓解的作用 再來還有張三十 銜接西濱 跨速道路橋下道路工程 這個部分是張濱第二出口 銜接六十一線很重要的一個交通要道 對整個張濱工業區交通便利性非常的重要 所以也非常感謝部長您的支持 這幾個案子都已經核定了補助的金額 或是站在審查中 也已經都有相關的進度 對這邊 那本期也非常感謝院長跟部長 對我們彰化縣交通建設的支持 也希望院長跟部長可以繼續給我們支持 好嗎可以嗎 好 會繼續支持 好 那既然 部長願意繼續給予支持 有關於美港公路高價化一案 還六十一一線是整個省道公路系統中的一環 那張化縣政府已經多次 含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協助辦理 美港公路高價化可行性的評估 但是公路總局都含附說 該聯絡大陸於民國100年10月15號通車到現在 交通運轉情況良好 道路服務品質是在B級以上 所以暫時不辦可行性的評估 部長 因為您非常的勤快 我相信美港公路這條公路應該在你的行程裡面 也會經常的使用到 他是銜接台六十一線與國道三號和美交流到很重要的聯絡道路 而且當初他在爭取在整個拓寬的時候 那時候陳經濟委員也非常的有前瞻性 他已經在中央分隔島預留了以後高價化需要所用到那個橋柱的位置 整個施柱的空間都已經先保留了下來 那麼請交通部是不是可以盡速的推動這個美港公路高價化的作業 請問可以協助嗎 部長 根據我們當然交通部包括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數次的考察 那純粹就這個高價化的工程 這個部分原來的路況是從A級現在降到B級 那當然還是按照標準還是符合使用 不過最近這附近的張兵工業區還有周邊的開發 確實帶來龐大的車潮 那有交通有這個負荷比較就是越來越重 所以在委員的關心之下我們也會來啟動這個可行性的研究 來具體針對這幾年的發展的趨勢來做更詳細的一個評估 謝謝部長 彰化線是六都一萬人口最多而且超過百萬的線 那如果都什麼使用狀況路或者建設都要用線況來評估 那怎麼會有前瞻性呢 其實防疫我們台灣做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有書院長他有前瞻性的眼光 那帶領著所有的部會以前瞻性的方式 然後來做這個防疫的工作 那防疫這樣子做建設也是要有長遠的前瞻規劃 像整個防疫工作從口罩的徵用實名制 加開生產線口罩國家隊等等 在在顯示說超前部署 考量未來的需求成章性思維的重要 那凡事遇則利不遇則費 所謂的應該要未雨綢磨不可以臨口絕景 所以本期這邊也建議說交通部以後 是不是在這種前瞻性思維的規劃上可以超前部署 不要等到我們像整條美港公路 測量現在已經慢慢又增加 測量也常常擁設 那寸步難行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要說以後再來評估 這真的也不符合地方的期待 所以這邊也要拜託部長能夠為我們的地方建設做前瞻性的規劃 是 我也回答一下委員 因為台61線現在幾乎是全線通車 南北的大橋 那很多因為國一或國三會走的替代道路 所以在今年過年左右 這邊的車流就大量的增加 所以我們交通部也會啟動一個針對包括 因為河美到大度的跨西的大橋也要興建 那可預期的未來這邊的一個車潮會大量的增加 所以我們也確實會做一個比較前瞻式的評估 謝謝部長 您真的是非常的勤快 對地方的交通使用狀況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說我們也非常的期待說 在地方的道路的建設上面 部長可以繼續用這樣子有勤占性的思維來幫地方做規劃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 繼續請王委員晚譽 質詢 主席好 又想請蘇貞昌蘇院長 蘇院長請 院長您好 很高興這個會期還有第二次跟你聊天的機會 那今天想要來就一些部分來跟您請教和聊一聊 那首先是想請問一下院長還記不記得 院長還記不 畫面除不 不好意思 本來是一張西門町紅樓的照片 不知道院長記不記得您曾經去過那邊 曾經去過 因為同婚專法剛通過一週年 我們想再次表達感謝就是說 過去蘇院長很願意為同志大力的支持 也從民間朋友那邊得知到說 院長從2010年開始就去到紅樓跟這些同事朋友們聊天 理解他們甚至後來一起大力的推動這個法案的進行 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能夠願意到前線去聽見第一線人員的聲音 第一最直接的人員的聲音其實是非常的感佩 那非常謝謝院長也願意來努力 應該的謝謝 那今天想要同時來談談的就是說 其實還有另外一群也是很辛苦的人 也想讓院長知道 就是上次在種植詢的時候 我們談到這些關於精神疾患的部分 院長曾說他們不但是家庭的負擔社區的困擾 甚至常常是社會很多危險的案例 他聽在我的心裡或是一些這些精神疾患者的心裡 可能覺得有些難受 因為我們想要介紹的是說 他們其實離我們其實沒有那麼遙遠 我們可能都是每個未發病前的他們 所以今天想要就這個部分來跟院長說一說 他們的看法以及他們的心聲 那因為就是過去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人 他們可能被社會的認知給污名化了 所以很多時候社會這些種種不友善的標籤 讓他們承受了我們無法想像的痛苦以及壓力 甚至是歧視 那我們的國家該如何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呢 我們想先提供幾個數據讓院長清楚 就是從2016年到2018年 我們的精神科的就診人數從252萬人提升到342萬人 其實這個提升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其實這個比例在我們的人口數並不算少數 而且其實還有很多未就診的人數並沒有呈現在這上面 那我們想提到就是說 有這麼多人可能有精神疾患的狀況下 我們給予的心理健康的資源是不是夠 我們很希望能夠持續的投入讓更多人能夠受到協助和支持 那我們在這邊想跟大家分享 跟院長和以及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一些他們這些身為精神疾患者精神失去朋友的想法 因為日前我自己曾經召開了一場社安網的政策會議 其實有很多朋友提供了第一線的聲音 也包括了曾經身為疾患者或是目前正為疾患者 以及家屬等等他們的聲音和意見 那在這邊想跟您分享的是說 曾經有一位朋友他的分享是這樣子說的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精神失去者 但是他同時也是之前是社會關懷訪事員 也是心理工作者 所以就他自己以及很多人的經驗上會知道說 我們一般人因為這些報導精神病患的方式 讓他們直接的受到了困擾以及負擔 那而且這些人的 我們大家對於精神疾患的不了解恐懼和排斥 隨之而來導致的一樣的眼光歧視的眼光和行為 讓他們當他自己以及說身為社官員的經驗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人 他們會有除了自己被疾病所苦之外 甚至不敢說出口 甚至也需要小心的隱藏身份 避免再受到歧視 所以我們很想知道很想提到的是說 在這些他們的壓力和苦楚之外 我們要怎麼樣讓他們能夠來面對 能夠協助他們來面對他們自己的病情 也希望他們能夠得到協助 但是同時也因為這些污名話 剛剛提到其實有很多人他們可能還沒有就醫 或還沒有得到協助 因為他們並不敢去求證 並不敢去求助 因為他們也很怕被歧視或被排擠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這些東西都能夠讓院長知道說 他們其實真的 在很多時候他們其實是很正常 也能夠很好地生活 並且在社會上其實也需要被支持和協助的 並不是像剛才之前在種子群的時候 院長提到說他們其實是這麼讓人擔心 或讓人家害怕的 所以很希望院長能夠聽見他們的聲音 那剛剛提到的這一位精神失序的朋友 有的話其實我截錄在這邊 但是有其中一句話很想跟院長分享的是說 他提到精神病患不是一個只能想問題的想像 而沒有看到他一個人的價值 就如同剛剛提到他其實是精神失序者 但他同時也是社官員心理工作者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再繼續發揮他的社會功能 也能夠繼續為這個社會有所貢獻的 並不是永遠都是危險的象徵 或是值得讓人家擔憂或是成為國家的負擔 所以我們很希望這些部分 我們能夠讓院長可以看見的是 他們不是一個一個的問題 而是一條一條的生命 都應該同等受到尊重和協助以及支持 那一樣的就是在立場會議上 其實也有家屬提到說 他們其實照顧這些家人 身受精神疾患之苦 其實非常的辛苦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這些照顧的重擔其實是落在家人的身上 剛才提到說 其實我們很希望這個部分 除了支持給這些人給予支持之外 我們也給予家屬在前期有一些協助 讓他們知道 他們未來會面對什麼樣的困境 會來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或什麼樣的狀況 讓他們得以能夠真能來照顧這些 照顧他們所愛的家人 那我們可以 從數據上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台灣家聯家精神健康衛生教育協會 曾經來統計說這些家屬的人數 出發病的部分其實只佔不到1% 那其他大部分都是在5到10年以上 甚至有超過15年以上的這個精神疾患的病史 所以對家長來說 其實家屬來說其實要照顧 以及要能夠支持他們的家人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又加上說現在的精神衛生 精神衛生相關的資源非常的不足 我們如果希望能夠在社區上得到支持系統 這些機構的建制等等 其實也會受到社區的排擠 那其實就是因為來自於這個污名化 大家對他的不認識 蔡總統其實在4年前的就職演說 包括今年的就職演說 都曾經在精神衛生方面提出很多的 很多未來想做的部分 然後我們很希望的是說 在這些政策推動開始 我們是不是能試著從理解開始 就如同院長那時候曾經去到紅樓 來了解他們的他們的狀況 來了解他們的新生的情況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能夠邀請院長 也能夠來一起接受 這些跟這些第一線的家屬 以及病患們來聊聊看 他們知道清楚的理解到他們所受到的困境是什麼 他們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不知道院長願不願意安排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一起來面對他一起來理解 非常謝謝王委員 您剛才所指教所表述的這些 我非常的肯定 尤其對於王委員長期 以這樣的態度 關心這樣的朋友 我非常的感佩 那我要特別說明 我前述如果講的那個 沒有任何歧視或者污名的意思 我完全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也許是表達不夠好的 我覺得我一直認為 我們這個社會過去 常常對某一些這一方面的朋友 不了解 比如以前這個躁鬱症都不了解 有時候他在預期的時候 比較想睡覺 睡得比較長 就覺得很懶惰 怎麼不起來讀書等等 有些孩子過洞而 在教室裡面比較活潑好洞 老實說調皮不守規矩 其實都是由來贏 不了解 那其實這不是壞人 他甚至不是病人 他只是不太一樣 那有這樣的現象應該了解 同時應該多支持 他也是社會的人才 可用的人 那如果未來有機會 我很願意去了解 去關懷 也特別謝謝 對我們很希望說 在這些政策推動的人 包括說像院長 部長或者是說 政委等等 都能夠有機會說 我們真正聽到他們的心聲 聽到他們的需求之後 我們推動的政策 才有可能讓他們得到支持與協助 所以很開心說 院長能夠願意承諾說 我們能夠一起來去了解 聽見他們的聲音 一起來先做到初步的理解 我們非常給予肯定 那我們之後會來安排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是想請教的是說 在其實現在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作為家長的部分 我們其實對於兒少的安全 都是非常的擔憂 那我們可以一直看得到 是說這個兒虐或虐應的事件 頻繁的出現 但是呢 衛福部其實一直沒有看到 修法的版本 我們想請教的是說 曾經在 我們一開始 在今年初的時候 曾經在省總預算的時候 曾經提出主決議 說要求衛福部能夠在六個月內 提出修法的版本 也就是大概在今年八月能夠提出來 但是呢 我們卻看到說 在去年的十月 以及今年的一月 召開過修法會議 之後便停滯了 我們想請問一下說 未來衛福部 是不是能夠如期在八月 提出來這個修法版本 是不是院長能夠一起來推動這個兒童的安全 嬰幼兒的安全 我對於嬰嬰嬰幼兒的安全 這要非常重視 要加倍注意 剛才委員所提的事例裡面 這個保母或者受託 沒有好好照顧 這非常不應該 我剛當阿公 這個非常知道小小朋友 這個時候特別要照顧 父母親心肝寶貝 委託卻受到內袋 甚至於發生事故 這實在是追心之痛 所以我很同意 那至於衛福部這部分 我請市長給你報告 謝謝委員 我想委員所質疑的事情 我們都很重視 也許在某一些防疫過程中 所以會有一些延誤 那我想在這個委員所特別提示的 我們盡量趕在八月前 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基本的資料 再提供給委員 所以意思是說八月 不會有修法的版本出現嗎 因為我們看到是一月之後 其實就沒有再召開這個修法的會議 對 因為這個信口師 他確實是希望 知道委員說 希望我們提出相對的版本 那他們也正在努力當中 好 我們很希望能夠如期進行 因為剛剛提到說 其實這個問題一直都持續的存在 那當然相對的法則 以及說公布資訊的部分 其實都不夠的透明 不夠的讓家長 足夠清楚來做選擇 所以很希望說衛福部那邊 也能夠提出相對應的版本 我們一起來為這件事情來努力 謝謝 那接下來就想要提到的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現在的垃圾量其實 越來越增加的情況 在2018年的垃圾量 大概是974萬公噸 已經攀上了10年的新高 但是呢我們的焚化爐的 燃燒的狀況可能 燃燒的暗量 燃燒的量可能 卻只剩下 剛初蓋的這個15年之前 蓋的時候的大概三分之二 所以我們很擔心說這個垃圾處理量 以及垃圾的問題 會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也曾經就這個垃圾問題來請教環保署 相關的部會等等 我們很希望能夠做到多管旗下的 做到垃圾減量 資源回收以及循環經濟的部分 那我們想要提到的是說 我們曾經問到 請教這個環保署 找說未來是不是能夠持續推動 循環經濟 以及未來環支部 是不是能夠如期來成立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在今年的4月的時候 院長寧眼誠說 環支部的環境資源部組織法 已經通過行政院的版本 這個會期就會再交到立法院來做審議 那請問一下 這個環境組織法 到底什麼 環境組織法到底什麼時候 能夠送到立法院 能不能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謝謝各位 謝謝委員 我想在有關環境資源部的組織法 因為上次是借起不續審 所以退回行政院 那現在我們就 針對現在的整個 這個業務的變動等等 我們在做進一步的檢討 所以會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什麼時候會有這個環境 環支部的組織法來送審嗎 因為我們很希望說 在行政立法這兩個月 我們都能夠一起來 努力推動 我們一起來重視環保資源 謝謝委員 我在今天早上的 施政方針報告裡面 特別有一段 講到我們整個組織改造 那相關的 跟這個也都有關 我會就這一個 跟委員剛才所指調的 正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因為原本是希望說 這個會期就能再送到立法院 但是目前現在是沒有看到 所以希望 有沒有機會很明確的知道說 送到立法院的時間點 會是什麼時間 我們希望下個會期就能夠送來 好我們非常希望 正在做這樣的努力 謝謝 那最後想請教的是說 在那個礦業法的部分 我們也是提到說 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的 來推進這個部分 我們能不能清楚知道 什麼時候能夠將礦業法 來送審來排審 相關的這一個 我們相關的部位 我們也就這個整個 也有在這方面進行 我請部長給您說明 好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呢 在礦業法方面 有六大修法的主軸 第一個呢 消除 三次不合理的這些條款 第二個 強化環境的保護 第三個 開放資訊跟公民參與 第四個就是要來加強管理 第五個呢 明定回饋的機制 那第六個 落實人民的潛力 那這部分我們正在這個草民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 一樣是需要明確的時間點 因為我們一直聽到說這件事情很重要 也願意一起來努力 但是 我們其實還沒有看到相關對應的版本 那但是在野各黨其實有陸續提出相關的版本 我們很希望說能夠一起積極來推動 不知道能不能 這部分院長也有期待就是 我們這一次的修法 要讓人民感受到政府是要往前走 觀念要進步一點 沒錯 我們朝這個方向再走 所以還不知道明確的時間點 因為相關這些問題 想要達到的這個目標 蠻大的 那意見又蠻分歧 這還有帶各方整合 或者送到大院來的時候 也是不容易整合通過 所以這方面正在努力 那目前還在進行中 了解 所以我們提到的是說 這個環境的部分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因為這其實就是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環境 讓他們能夠在這個地方生活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不論是環資部的成立 循環經濟又或者是這個礦業法 我們都能夠一起來努力來推動 對的 謝謝 謝謝 報告委員會 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 繼續進行質詢 現在休息 慢慢打算 要開就是 有ricia 他說 還有 我能夠 rebuild 報告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請A委員預覽執行 巡檔時間15分鐘 院長好 有請蘇院長 蘇院長請 院長好 委員你好 非常恭喜您 因為您第三部的出任行政院長 就是創下憲政紀錄 這個是辛苦的工作 非常辛苦 但是因為你財窮 所以我相信這個苦 會比其他人少多了 其實我也蠻高興的 因為在這次的新閣名單裡面 有很多的部長還是留任的 因為本席在這次我是做一個菜鳥的立委 我很努力的去提出很多政策 都跟警銷人民勞工相關的很多的政策 也獲得了包括內政部 衛福部 勞動部 很多的部長都給我正面的回覆 因為他們的留任 所以我覺得這些政策支票 有可能可以對現 印童應該有同意外看 有 謝謝 印童 因為我上次在這邊向您討教的時候 因為比較關心 那個時候比較擔心這些 私聯勞工的 私聯移工的問題 然後我們也談到了 在台灣有一些外勞的狀況 所以覺得我們應該擴大去討論 這個產業缺工的問題 院長那時候有跟我講 所以我把我們的院會紀錄也調出來 其實那時候院長有跟我提了說 其實您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而且在前天就已經開會了 也要求這些勞動部這些 該改的就要改 要提出改善的辦法才能解決問題 你做出結論 那我事後 抱歉 因為我做事情有比較重心 我事後我馬上就去找勞動部 找行政院去要會議記錄 但是後來發現說 好像沒有這個會議啦 後來有人跟我說是 因為院長很關心這個議題 可能有跟一些官員討論過 但是還沒有會議 這是我主持的會議 是在我辦公室的主持的會議 所以不是什麼部裡面的會議 哪裡的會議 是我主持是請這些部長來的會議 這樣我就了解了 所以這個政策就是我們整個勞動的政策 各方面的 許部長也站在旁邊 我相信能不能把院長那個時候 所指示的一些 以及我們勞動部 在未來的勞動政策 要如何去配合的 這部分有一份資料可以送給本席 可以嗎 這個委員我主持的會議是我直接來 整合各部位現在的狀況 以及我要他們怎麼做的才是 所以我主持那個會議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各行業 或者重大的政策工程缺工 包括外籍勞工等等 這個衛務部不但有做調節 包括勞動部有做調節 然後相關的這個政策也都在做 另外一個就是失聯移工的問題 相關的部會也都有數字告訴我 我也告訴他們態度以及要做的事 所以包括這個失聯移工 有的在收容所就是那個移民來 但是現在也送不回去 因為各該國鎖國機場關閉 揮機部會也送不回去 所以也有飽和的建築等等 所以這種會議 我主持這種會議是沒有說紀錄什麼 你這就沒有紀錄就是了 直接部長聽我說 請部長給你報告一下 報告委員 因為院長有找我們 因為這個議題不是只有勞動部 是跨部會 是相關的部會 院長有召集我們 那大概有一些方向 或者他認為說 有些東西要我們再研究 所以這些議題其實我們都已經在處理當中 好 謝謝部長 部長 那個時候我再跟勞動部來請求一些書面資料好不好 因為下面的這個問題我想繼續 議長 我再記得國事論壇有說 你是我看過最重視警察 最愛用警察的 但是我們過去六年 其實我們看到其實縣紙的緊銷 在任上死掉的 實在不少 警察有四百五十八個 然後消防有二十九個 那我因為常常去跟這些殉職的同仁鞠躬 其實心裡很痛苦 但是不只是這些人 這些限制的在任的死掉 其實在年改之後 中華民國退休警察總會 他們有進行一個行政訴訟 這是他們的權利 昨天前天我收到一個通知的告訴我說 其實在進行訴訟的已經有一些人 已經有四百多個申請 在參與訴訟的人已經也過世了 其實我們警察說真的 因為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行業 部長你最了解 所以他們跟一般的公務人員不一樣 但是因為年改之後 有很多人不敢退 因為有家庭要照顧 有孩子還要照顧 所以變成他們在職的時候 職勤的時候 遇到死結就走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是只有心酸而已 因為還好 我有一個最愛警察 最重視警察的印章和部長在這裡 我是覺得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警銷人員退休撫恤制度 跟一般的公務人員脫鉤 因為我們警察其實跟軍人是相同的 這個辛勞的 院長您覺得呢 委員 你是這一方面的專家 又長年關心 實際上又在教育 這個警察大學等等 負重要的工作 所以你其實很了解他們 我因為從基層上來 所以我非常知道警銷的辛苦 所以我對於警銷長年 這一方面只要我能盡力的 邊預算改制度 增加各種方面 我都盡力來做 同時 我當縣長以來 以前有縣長喜歡派警察 什麼八大 你從來不會濫用 戰綱啊什麼 我從來不幹這種事 甚至於這個拆違建 叫警察去幫忙抬冰箱 我說絕不能這樣警察 有些首長亂用警察 我從不這樣做 而且我一直對於警察 你看過去一年多來 警察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只會叫他說 夜店外面打架就罵警察 結果警察逮捕現行犯 也只不過社會安全維護法 花兩千塊 什麼都沒有用 我們修改行法 也謝謝大院配合 另外 像槍砲刀戒罐子條例 這個改造槍 我們現在 你也修了 大院也支持 其他種種方面 該修法修法 該預算的預算 該政策政策 我都盡量來做 至於年金改革 有國家整體的這個考量 也對警察同仁 消防同仁 也都一體照顧 這方面請部長給你報告一下 保證我先把我主要關心的幾個問題 其實在這次的會期裡面 我已經提過了 其實因為現在警察 因為年改的關係 造成我們很多人不敢退 所以整個人事就塞車了 所以我覺得 我那時候提過幾個 其實我們內政部 還有很多都同意我的看法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 因為退休警察子女教育補助費 停發了 那人家這個軍人的是 這個上校以下一直都有發 他們現在還在研議要恢復上校的 這個退伍軍人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這部分 其實預算我請他們去把我精算過 大概是2.2億而已 而且我們那個在憲法 釋憲案的760號之後 我們現在在警察大學裡面 已經完成受訓的 以及預計在明年完成受訓的 有將近五千個 巡官無缺可派 還有其實 內政部最近才送出一份 叫做警察人員退休金 與公務人員退休金 分開處理的方案報告 這已經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有些難度很高 但是有的應該要處理的 我來幫你報告一下 這個委員你是警大的教授 然後又是警大畢業的 所以長期對警察的照顧福利 我都了解 我也感同身受 我們兩個是心有欺欺的 可以這樣講 我們都有同理心 那我們會盡全力來 對警察的福利 我一定會盡全力來照顧 這個委員你應該了解我的心 這沒問題 我們現在要處理有些事情 因為砍涉到什麼 砍涉到跟靠近營的事情 年改 年改不是行政營就聽過處理 那個又靠近營來發了 我本來不報任何希望 我現在就看到 我爭議長在這裡 我就覺得希望無窮 窮窮窮窮 稍等一下 我 還有 760我怎麼跟委員報告 我也很希望說 我們英國說 幾百的順桿給我 我很好拍 對不對 但是這就是幾十年 留下了 我知道 可是 因為我們詩人市長也在這邊 即使他也是我們人事行政的 我們學界裡面非常尊重的這個專家 我覺得 只要努力都有辦法解決 不過我現在因為時間我快要結束了 我要趕快要進入這個社安網 因為社安網是這個我們 蔡總統在520就職演說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點 他是說應該要從治安教育心理健康 社會工作等各個層面去補這個破網 可是我們那個林萬一政委 他說 以既有的人力設施 絕對沒有能力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 都納入社安網的服務範圍 也不宜 因為你當過這麼久的這個院長 其實警察大學或者是還有現在台北大學 中正大學有很多犯罪學家 我看看 是不是能夠把犯罪學家也納入這個參與的決策 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 你完全不去看這些治安人口 其實社安網是沒有辦法來的 我為什麼要提這一點 是我要特別要跟院長來分享一段 其實我們疫情之後才是社安網真正考驗的開始 我們雖然我們在COVID-19這四個月之中 我們才400多個確診案例 全世界像奇蹟一樣 但是我們事實上一直有一種瘟疫 並要是在台灣 傳染到世界各國 你怎麼知道什麼 已經二十幾年了 不知道 這個叫做詐欺犯罪 詐欺犯罪 詐欺犯罪的那個太陽 詐騙 其實就像病毒一樣 不斷的變形變種 從過去最早才猜我是誰 什麼電話詐騙 什麼呱呱樂 假冒公務機關 檢察官 這部份其實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現在做得很好 世界跟我們訓定 我知道 但是 國際研討會跟我們訓定 沒有好感 因為為什麼 我剛才說我們四個月的疫情 只有四百多個確診病例 可是我們在過去五年發生了十五萬件 人民的損失財產是兩百六十七億 其實是有改方的啦 有改方的 但是這個解方變成 這個就是部會跟不上 部會跟不上 因為法務部早就講了說這第三方支付 把它納入洗錢防治法 可是拍謝 經濟部五年來 他完全不定管理規範 所以現在那個第三方支付 還是變成我們詐騙的 詐騙的破口 為什麼要花一些時間來 把院長報告 主要的原因是 院長 我作為你的小粉絲 我過去常常拿您的證據 到國際的犯罪學會去報告 您在2006年當院長 那時候開始要用 智安匯報 跨部會智安匯報 你半年內要搞好智安 我特別嚇出來 那個時候 我們的機車竊案 一下子下降了 百分之二十幾 一定要有效 連那個保險匯率都下降 就是 這個很棒 因為我出去講的時候 人家說這哪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 因為院長的決心 然後還找出方法 比如說那個時候是用機車落馬 對不對 所以如果院長 您也在這個智安匯報裡面 針對我們的詐騙 然後要求部會 你不可以 法務部就要管 經濟部 根本不瞭你 所以現在我們人民 還會在網路上 第三方致富 變成最主要的 一個資金的缺口 所以院長 我希望 文王贏我安天下 因為院長 一衝 我們天下安 謝謝 易委員 接下來 賴品宜委員的執行 以書面提出 請行聖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繼續 請陳委員 郁珍質詢 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辛苦了齁 這次是本會期 本席在這裡第四次跟您質詢 我想記得前兩次跟院長質詢的時候 那時候是紓困防疫的那個時候 所以是問那個問題 那在您的帶領 還有我們全國人民都很同心協力的 一起努力下 很高興 到今天我們有連續第47天沒有本土的案例 然後指揮中心也要從6月7號起 用這個邊境岩管 但是國內這個生活 這個經濟生活放鬆的這個方式 來開始來促進我們的這個經濟 所以今天先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是有關那個振興券的這個問題 振興券 早上我聽到院長在講這個振興券的時候 是說預計下個禮拜二 6月1號正式對外公布 有三個原則對吧 好用好領好刺激 是嗎 對 那因為我來自金門 我來講一下我們金門對這個振興券這個 發放的這個建議 所以我請院長來參考一下 帶回去參考一下 第一個振興券的這個試用範圍 希望不要有差別 待於要全線試用 我們金門是觀光立線院長知道 那自從沒有小三通以後 大概客人都沒有了 然後那時候因為這個疫情關係 台灣的客人也來得很少 那時候我上次有提到這個觀光工廠 那院長上次有說 財事紓困不是用哪一個部位 就是要用有沒有困難來區分 那我看到振興券的部分 我們這個經濟部一開始的時候 是用這個說用商圈夜市 餐飲業和夜市為主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刺激消費的做法 我們未來全國適用 不會分哪裡 那也不限於什麼行業 我知道但是剛開始說那個行業是這樣子 我現在事實上就要跟您建議說 就是金門有很多其他的產業 就是說不只只有您上所提的這些產業 院長現在是希望下個禮拜宣布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產業都可以適用 都可以列入真心券的這個適用範圍 因為現在是應該是各行各業都景氣很不好 事業巢也來臨了 這個院長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會從好用來做 就是全部的產業都 到時候會宣布哪些方面都會 盡量就是希望多一點的產業 以6月2號宣布為準 那就是我跟您建議 盡量是全體適用 您回去研究一下 這樣比較好用 第二個好領的部分 那院長有說用什麼四大超商 什麼全聯康斯美什麼區城市 還有一個什麼美聯社 那事實上金門沒有那麼多的這些 也不只金門還有很多偏鄉離島 都沒有那麼多的這個 這一類的什麼超商啊 或是像我們就沒有OK啊 也沒有什麼全聯 沒有什麼美聯社啊這一類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這樣的地方 所以我跟院長做一個建議 因為以金門來講 因為我們金門 常年以來有在發這個 就是加護配酒 我們加護配酒的管道 那個發放的管道 是用買的 不是不用錢 是用買的 我們那個管道一直很暢通 而且行之有年做得非常好 我們是用里長 用里長 各里的里長 然後按照戶口 消去這樣發 那里長也會收錢 然後再發酒給大家 也是有時候是發酒券 所以其實是差不多意思 那這樣子不但可以很迅速 而且不會遺漏 而且算是效率也很好 如果你只用超商這一類的點來講 不好領 因為在里島或是有的偏鄉地區 根本也沒有什麼超商 或是沒有幾家 這樣可能又要造成很長的排隊潮 所以這個院長 我是希望說你可以參考 或者是說在我們里島區 參考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我們金門這個 加護配酒這種領取方式 已經行之有年了 幾十年來都這樣做 非常的方便 有符合豪林的概念 院長是不是可以 跟我們回去參考一下 我們會了解 地方上如果特殊狀況是怎麼樣 就以潮林這個方式 這個金門行之有年都是這樣做 非常的方便 也有領提酒券 所以這個振興券這種領法 事實上在金門也可以用這樣 非常迅速 民眾又不會反應不好這樣子 這個跟您建議 第三個 這個您說好刺激這個部分 您有提到這個 三千塊是用那個中低收入 三千塊以後中低收入 不用拿出一千塊對吧 6月2號會宣佈 我聽到是這樣子 就是中低收入 大概有34萬人可以免費拿到 對吧 這是您提的 不是我提 現在各方面提的 那我跟您建議 然後6月2號 那我也聽到 6月2號給大家宣佈 對就是說 中低收入戶 是不用這個一千塊嗎 因為我看到媒體報 中低收入不用一千塊 因為他們比較辛苦 不過早上也看到 您跟這個 很多的這個委員 在口頭這個回答 口頭報告的時候 有大概 380萬人 就是領到紓困金的 就是這一次那個 萬元的那個紓困金 有嗎 你有這樣提到嗎 那如果這些領1萬塊的紓困 就是他們很需要紓困 這些事實上是需要被幫助的 那你現在又他們從1萬里面 裡面抽出一千塊來 一千塊來做這個 買這個政經券 應該算是折價的消費券 那種概念 就是折價那種概念 那我覺得這樣對他們來講 也是比較辛苦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政府 還是可以 可以在行有遺地的時候擴大適用 這有需要的人就擴大 委員你的意見 我們聽到了 我們會淚入整個好用好領 那怎麼樣最好 這個這幾以上幾個建議 希望這個院長可以這個參考 非常謝謝 接著我們來講安心 安心旅遊的部分 交通交通部這個部分 我要講齁 這一次現在疫情 謝謝齁 現在疫情因為現在接近趨緩 所以事實上金門的這個 到金門去的人也越來越多 以前一天 全盛時期大概快一萬人 現在剩一千多人 現在慢慢有到兩千多人 我先謝謝我們交通部的這個林局長 林部長跟民航局這個林局長 事實上有很及時的 因為我們反映這個飛機的問題 現在有開始擴大這個放大機型 讓很多人不會坐不到飛機 但是我是要建議說這個還是要在 就是慢慢的回到以前的日子 航班要慢慢的增加 不然下去來的很多節日 節日的話都會再次造成這種很嚴重 離島這個居民往返 像我剛剛又接到一個電話 民眾要過來就醫沒有位置這樣子 所以這個型的便利也是我們的這個 離島居民的這個基本人權 希望這個部分 部長繼續幫我們努力 好 那我來講這個安心旅遊的部分 部長你有提到 就是交通部您規劃這個旅遊的部分 團體旅遊 就是離島部分加碼的部分 那還有自由行為部分也是這個 我是建議你看看這個表 你們的你們的現在的建議是這個 旅行團團的部分是一千二 然後這個下面那個 個人自由行為是一千 然後導遊是一千 我是建議你也知道到 如果要到離島去玩 由於到我們金門去玩的話 光那個飛機票來回就四千塊了 對不對 飛機票就四千塊了 我們要讓 我們現在因為 那個小營通那邊還是還沒有開 所以我們那邊是也沒有內需 完全沒有客人 那我跟院長說過了 就是完全歸零 那我們當然希望現在 讓民眾多一點人過去消費 那多也不可能多 因為我們的機會 人就是 機會就只有這麼多 所以我希望交通部是不是回去 幫我們研究一下說 這個加碼的部分 是不是都可以提高到一千五 是不是 因為這個這個話 你多五百塊 事實上來回機票是要多四千塊 對不對 幾百塊也沒多 這樣可以嗎 跟委員說明 我們除了這個安心旅遊的預算 我們還有其他的科目 那我們會特別針對離島 包括像縣市政府的補助 這個部分我們來加碼 然後讓這個旅遊的人 這個部分當然交通費用 我們這次並沒有吸收 對對沒有 我不是讓你吸收交通費 這是全國一致 去離島的人 像民眾要去離島 因為他加上坐飛機 那多花四千塊 所以你本來有一點這個 多一個隔天的 是不是這個部分 就是這些部分就加碼到一千 你回去研究一下 費用是 曾姐不會多很多錢 沒有多少錢 我們部長對金門很熟悉 非常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 院長這個是不是可以跟我們離島 我今天看你那個報告裡頭 有特別說要重視我們離島 非常支持這個部長 有很多創意 而且那天他在整個我們要 六、七號以後 他當場就又多要二十億了 所以我很支持 對 我們不會所長 把國外旅遊不能出去 看能不能讓國內旅遊 提升 讓國人習慣國內旅遊 不要以為出國啦出國 這個不要 以後 在國內裡才是超級享受 尤其文哲比較偏遠的地方 因為完全沒有內需 完全非常需要觀光 所以這個部長 這個請您多幫忙 其實我們蘇內閣裡頭 來照顧三個 特別是金馬跟澎湖 國人也值得去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辦理 謝謝謝謝部長 謝謝 其實我發現我們內閣裡頭 很多對我們金門是非常了解 我們那個徐部長 我每次跟他開玩笑 他去金門 我說他如果去金門跟我選 我可能會很危險 所以他對金門很熟悉 我們陳其邁副院長 他們愛他站在金門 他們愛他站在金門 我們張景深主委 我們金門的最高領導 大家都認識 我們以前陳主席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用點心 我們來的這麼偏遠 你不要對陳其邁副院長 給他這樣講轉移壓力啦 沒有壓力啊 我不知道你想什麼啦 這個要照顧自己的表兄弟姐妹都住在那裡 好來我們來講下一個 來院長我昨天聽到這個外交部 前天昨天聽到的外交部那個部長 吳釗謝 這個 吳部長 他好像對美國 他對美國這個媒體 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是不是說一個說 這個 北京 趁國際社會忙著抗議的時候 推動港版國安法 下一步 可能這個對台動武 這一件事情 這個說法 那我今天其實不是要來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這個我們金門經歷過戰爭了 我們是甚至體會到這個 這個 和平沒有輸家啦 戰爭沒有贏家 所以我今天是想來 趁這個時間放一個短短的影片 來放一個影片來 大家看一下 823戰役的時候金門發生 這是美國 美國 那個請亞洲電影學會拍攝的影片 這是基本的那個民居 這是基本的那個民居 是兩個典型的 現在他們都會遇到 一個典型的 只會看到 兩個典型的 這就是叫做 一個典型的 或者是一個典型的 那些蠻剛才的 那些是典型的 這典型的 那些典型的 是典型的 有個典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很长只能放部分时间的关系 我是要在这里跟这个我们部长 我们院长这个在大力的这个 这个拜托啦 就是说这个战争 战争是无情的啦 刚刚受伤很多段手段 那我阿伯 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两岸这么紧绷的情况下 大家尽量就是以长生为年 尤其就是我们尽量 尽量就是说 尽量就是要考虑 尽量我们要以和平 和平才是我们最在乎的 那我还要再讲一个 就是我们台湾这边有成立一个促转 促转会嘛 都讲了很多这个转型正义的事情 调查什么228 那对我们金门人来讲 那战争期间 除了国军帮了我们很多忙以外 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金门也遭受了很多 就是需要被转型正义的部分 我是不是请这个院长 就是请我们这个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回去也请他们帮我们调查一下在这个战争期间金门人所受到不公平的这个待遇啊 这个委员 帮我们调查清楚还给我们金门人公道 你放那个影片 我很注意看 你应该先谴责 花动战争 射击炮弹的一方 而且你对你的邻居 你的亲人 朋友 断手断脚 不是只有呼吁和平 而应该谴责花动战争的人 这个谴责已经谴责了 光只有呼吁和平常常都是只有用我们准备 对来入侵者让他付出代价才会有和平 这个谴责已经谴责过很多次了 刚才没有听到半句谴责 我听到你的和平和平 这个因为我是中华民国国委员 我只能在这里咨询我们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 所以我当然要呼吁我们的行政院长 重点是金门的部分 请处转柜 安全大声谴责 对我们安全有危害的国家 那也请帮我们在促进转型正义部分 在金门部分多多 谢谢陈委员 接下去刘世方委员的咨询 以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继续请高筋庶民委员咨询 審查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有请苏院长 苏院长请 院长好 今天我的咨询完毕之后 我们立法院就要休会了 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辛苦 希望大家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 在我咨询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小段影片 袁明慧你的学校法 两个月内送出来 好吧 谢谢 再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比较多了 我知道蔡志伟教授已经准备好了 很抱歉 我知道蔡志伟教授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他都拧的差不多了 您只要送出去就行了 好吧 就两个月 就两个月 苏院长你是阿沙里的人 你是做实事的人 你是最有魄力的人 所以在这里 您可不可以答应我刚刚的承诺 我们一起来还原住民教育的转型正义 我认为这个事情该做 他做的那个旗程 我请他们加快送进来 加速来审查 好 谢谢 我们现在积极在做的一件事 叫做原住民族学校法 如果这个学校法可以通过的话 将来就是三岁到十八岁 他们都可以读原住民有自己的学校 院长 这是去年2月19号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对话 你承诺我 一起来实现原住民族教育的转型正义 后来您也看到了 12月4号 我们总统在青年论坛上面 小英总统他宣誓说 积极要推动原住民族的学校法 今天我很荣幸 也很高兴 再一次在这边跟院长您来深入探讨这个主题 去年的六月 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我们三度通过了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修订 今天 一样的场景 一样的人 我们也都进入了新的任期 对于推动建构完整的原住民族的教育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 原住民族学校法 我非常有信心 院长您呢 您有信心吗 原住民族我一直都认为 这些应该做的事情就一步一步来做 所以过去我所答应的以及蔡总统指示的我们会努力来做 谢谢宜江主委你有没有信心 只要是为人民做事我们都会自己推动 好 还记得我在那一次的总咨询里面我特别强调 对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来讲 原住民族的教育是重中之重 我们要建构的是完整的原住民族的教育体系 当时在这个地方我也回顾了 我们是怎么样搭建跨部会的平台 我们让教育部原民会可以顺畅协作的经验 所以实验三法 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 我们顺利的制定了 而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修法在去年的5月24号也在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 这些呢其实都是为了要完成建构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体系做基础 而这个目标最后一块拼图就是我现在要谈的原住民族学校法 在上个礼拜我做招委在教育委员委员会里面我也排入了一层 而这个月18号我也针对了原住民族学校法召开了公厅会 有非常多长期以来关心原住民教育付出贡献心力的专家学者校长们 他们都提出了非常多有关原住民教育的感想心得疑虑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一些人 东华国立大学陈章培论教授 他陪伴32所实验小学也是我们布农族的族人 他说原住民族学校法是原住民族首次能够实现族群的教育自决权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陈胜贤教授 他在帮我们原住民做师陪 他是汉族的朋友 他说原住民族教育不是第二教育 更不是依附在主流教育的教育 国立清华大学复利于教授 长期陪伴我们做科学教育的汉族的教授 他说有自我认同才有自信 自信是学习的生命力跟竞争力的源头 再来看高雄八南华部落中小学阿拉校长 他是第一所实验小学 目前要跨到从小学到高中 也是我们布农族的孩子 他说立刻行动才能够在消失的模糊线 重新编织原住民 足以智慧跟文化原创跨科的能力 再来看台中博物马民族小学 这是全台湾第一所成立的原住民实验学校 比利校长他更获得了师陀奖的肯定 他说执行原住民的民族教育不但是一种世界的趋势 更是国家的一种必要表现 让孩子成为有原住民族灵魂 有自信有能力的族人 看到这么多人在说话 因此我在21号 我安排了委员会审查了原住民族学校法 很遗憾并没有愿办 但是教育部长还有我们的一将主委 你们都有出席 我发现我们几位立法委员提的版本 其实主要的争议在于原住民学校法的主管机关 民进党委员所提的版本 把主管机关定为教育部 而我的版本 我是让原民会作为主管机关 而这个争论表面上看 好像是主管之官之争 但是我认为追根究底 就是原住民族主体之争 院长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三十多年来几次原住民重要的权力主张 1987年 原权会发表了台湾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他说原住民个人教育机会均等 不应该因为身份而在升学或就业上遭受不当的对待 原住民有权要用自己的母语受教育 成立自己的学校 而现在在你旁边原民会的一将把路的主委呢 就是1987年原权会的会长刘文雄 1994年看一下 宪法征修条文的第十条 国家应该依照原住民的意愿 保障原住民族的地位 还有政治的参与 并对他们的教育文化 交通水利 卫生医疗 经济土地 还有社会福利事业 给予保障 并且要促进它的发展 2003年 第一次执政党的民进党 由行政院提出了原住民族自治区法草案 草案的第六条写的 自治区的居民享有平等参与自治区政治经济社会 教育以及文化生活的权利 并且要受同等的对待 而提案当时的行政院院长 就是我们现在立法院的游熙坤院长 我们看从这几次重要原住民权力的主张 尊重还有依照原住民的意愿来进行自治 就是确立了原住民族的主体性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不分朝野的共识 所以依照这样的原住民主体性的原则 当我们在研宁原住民学校法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要把原民会列为主管机关 并会同教育部 协助原民会发展原住民族教育 这样才会符合原住民的主体性的原则 至于有人说原民会增设机关 统筹原住民学校事务持反对的意见 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违反了什么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还有行政院的组织法的机关限制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 蔡英文总统他在今年520就职的演说中 他说的话他说所有宪政机关都要持续改革脚步 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将重新盘点后再次启动 包括要成立专责的数位发展部会 调整各部会让政府的治理能力 更能够贴近国家发展的需求 从这样组织改造盘点再出发 还有部会的调整原则再出发 所以我认为在原民会之下设立专属机关 来统筹原住民的学校事务 不是正符合了总统的说话吗 另外我更认为为了要落实原住民学校法 让原民会能够主管原住民学校事务 我们更应该参照2017年12月27号通过的促转条例 院长您看一下 所以我认为原住民学校法的第二条 我们可以增设负责原住民学校事务的单位 一样可以比照办理 可以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和行政院组织法的限制 所以按照这样比照办理 我相信更是对原住民自治原则的尊重 至于有人针对原住民学校法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在这边先提一个背景 原住民学校法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那个是本习我在上一届的时候 我担任召委我们要修原住民教育法 我们处理的议题 当时我是希望在原住民教育法里面就放了原住民的 学校的专章 可是部长考虑到有关课纲的规定要会改变 这将会影响到原住民学校的自主自治原则 所以我同意了 我们最后把有关原住民学校的专章 另外脱离出来制定专法 这就是原住民学校法的起源 更何况108年一直到109年 原民会你们也召开了三次的延传会议 潘部长还有一将主委 没有错吧 好你们不敢回答 待会 至于原住民学生竞争力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假议题 为什么 事实上台中市和平区的伯母小学 在教育部的学生学习评量里面 我们看一下 数学国语成绩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成绩 花莲县的海星中学 他是原住民的重点学校 而这个学校 第一届的普通科原住民的实验班 的学生叫做陈毅宇 他在今年度的大学学科能力的测验 得到了5科70级分 而他的自然数学得到了15级的满分 屏东高中的原住民小清华实验专班的 北南族孩子林敏轩他也拿到了62级分 所以用我们原住民的方式来教导 我们的孩子竞争力是十足的 我们再来看高雄的巴南花学校 台中的博物玛学校 平北的小清华都是成功的例子 全台湾现在有32所原住民族实验学校 我们有非常多热情的校长 老师其老他们互相交换课程 教学运作的经验 他们这一些人真的就是我们学校法的 推动的种子 所以他们更期待原住民的学校法 能够打破实验三法 对原住民教育的所有的限制 我要讲的是 我们原住民的基层已经准备好了 一向主委 您作为当年原权会的创会核心 我认为您应该要承担民族教育的重责大任 原民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更认为院长 我更认为 我们应该要让原住民的下一代用自己的语言 创立自己的学校 培训自己的老师 编写自己的教材 制定自己的课纲还有课程 我们要透过自主自觉的学习 建立原住民族的集体思维 更要促进教育体制的改变 我们已经在做了 也都准备好了 我真的非常的期待我们的公部门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家长同胞 立委的同事们 社会大众 你们能够理解尊重 并且支持原住民族学校法 院长你说 对的事就去做啦 我想这以上都是你的施政原则 我真的很期待 行政院版的学校法 能够赶快推出来好不好 委员 我一向说话很值得 委员我很认真听你讲 你是原住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您的意见我非常注意听 那我的孙女两个都原住民 我的女婿是阿美族 我要来问问他们是不是很赞成这样 因为这样是不是真的对原住民好 是不是真的对下一代的原住民 这叫尊重 这恐怕要好好的想想 因为我觉得国家的教育应该是个怎么样 这是一个点 我一直对原住民应该才尊重 应该注意原住民的权力尊严 我一辈子都努力 而且持续不断 我知道 始终不变 所以院长 如果事情上委员你碰到的你有经验 你也肯定过了 那对教育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切割开来 才是对原住民好 才是对原住民的下一代好 这个作为我孙女就是原住民 我到了我下下一代没有汉等 院长我跟你说我没有时间 是不是这样子 院长 您是不是给我一点时间 你如果还不太清楚 是不是邀请32个我们实验小学的校长 还有部落的齐老 您拨一点时间也听听他们的声音好不好 教育是百年大计 我建议你不要急 现在正在实验的阶段 您刚才讲的举的例子 有一些是这一边的例子 弄到这一边做结论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很认真的对教育 因为我们家 我妈妈都是老师 那个助理麻烦放一下总统 跟我们青年学子谈话的部分 蔡英文总统 前面的商务都比较非常重要 我会认真地面对这个 好 叶总加油 谢谢 谢谢高军委员 那接下来 王美会委员 许智杰委员的执行 均以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报告院会 扁日排定执行的委员 都已经执行完毕 谢谢书院长 陈副院长 及购部会所长 列席答案 报告院会 今天是扁会期 最后一次宴会 第一会期 自109年2月21日开议到现在 在全体委员及朝委 共同努力下 总计通过61件议案 包括法律案39案 预算案20案 行使同意前一案 以及其他议案一案 感谢时代力量党 台湾民众党 国民党 以及民进党四个党团 在会期过程当中 18次的朝委协商 客进职守 为民和舌 展现国会高品质的意识效率 扁会期招宏武汉肺炎 室内全球 民众生命饱受威胁 产力发展 与国际交流接受波及 为此扁愿朝委党团 在短短约两星期快速通过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兴特别条例 与特别预算 协助全国人民度过危机 并打开台湾在世界的能见度 其次扁会及重要立法成果 例如制定亚洲首部公共卫生司法 保障医疗从业人员权益 建构完善公卫环境 另外关怀农民生计 制定农业界 期盼多年的农业保险法 及农民退休除菌条例 减少农损风险 保障农民老年生活 修正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 加速重建条例 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公务员惩戒法等 攸关社会民生福利及施法改革等 39个重要法律案 再者扁会期也在各党团充分努力下 完成109年度国营事业预算三读程序 立法绩效斐然 展望未来 为回应各界队修宪的期待 匾院将在下会期开始协商 成立修宪委员会 期盼各党团先进及全体委员理性对话 谋求朝野及全民修宪之最大共事 最后感谢匾院全体委员工作同点 在过去这一会期所有的努力 辛劳及付出 再次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顺心健康 现在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